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iCloud的云盘 首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的话筒换掉了 而且这个话筒比较尴尬 就是我用一个手偷偷的拿在这里 给大家穿帮看一下 换了一个UPG的电容卖话筒 那本来呢,就是我这两天是从我的那个新家又回来 也准备搬家搬第二趟嘛 那考虑到DJI的那个领夹麦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就把这个带回来了 因为带舒尔那个太大了 然后带回来之后呢,我发现没带线 所以头两期节目还是用DJI的领夹麦录的 今天在翻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找到了那根线 然后我就把这个iPad的话筒连上了 连上之后呢,发现实在是找不到任何一个支架可以加话筒了 因为我一个支架要架到手机,用来拍 另外一个是我的灯,因为现在是晚上嘛 一定要有一个灯 那怎么办呢 我就只能拿一个手握着话筒 把它放在这个画框以外 来去尝试着这么录一期 估计录完之后我这个手臂就已经开始僵硬了 但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比较好的效果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好,闲言遂语,先表到这儿 今天我们步入正题,iCloud的云盘 如果你进入到iCloud的设置当中 点开iCloud的云盘,点进去之后 你能操作的部分呢,应该只有一个 叫做同步次iPhone的开关 那么把它打开呢 你就在iPhone上启用了iCloud的云盘这个功能 那关闭就是不用这个功能,就这么简单 剩下的你还会看到一些信息 比如说iCloud的云盘保存了多少容量的文件 以及都是哪一款APP占用了这些文件 这些就是一些信息了 应该是只能够看 而没有办法能够进行实际的操作的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想主要跟大家去聊一聊 iCloud的云盘它的好处 从两个方面去聊啊 一个呢是它和iPhone的整合 为什么我们再次提到亲儿子嘛 就是它的整合性能是怎么样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聊到它作为一个云盘 它的分享性能 也稍微对比一下其他的云盘的产品啊 这个只能说稍微对比 因为我用其他的云盘的 这个机率并不多 那我们先说它的这个 跟iPhone的整合度啊 首先呢 iPhone有一个自带APP 叫做文件APP 这个在我们第三季的内容当中 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了 那如果你不开启这个iCloud的云盘的功能呢 你的文件APP其实就是你的iPhone内置存储空间 就类似于我们早年用Windows电脑的时候 那个我的电脑C盘D盘 就这种感觉啊 完全就是你花钱买了多少容量 那么你在文件APP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么多的容量 你也可以创建文件夹啊等等等等 只不过不能分区啊 这个就别想了 那如果你打开了iCloud的云盘之后 你就能直接在iPhone的文件APP当中 有一个叫做位置的嘛 那那个位置里面啊 肯定有的叫我的iPhone啊 就是本机的 那如果打开了iCloud的云盘 那你还能够看到一个iCloud的选择 那如果你选择到iCloud上面以后 那你看到的就是iCloud的云盘里面的内容了 那这是第一个整合性能好的地方啊 就是完全整合到了iPhone的内置的文件APP当中 而且呢各种第三方APP 只要他们愿意都是可以调用文件APP里面的内容的 那也就是说iCloud既然存在于你的文件APP当中了 那iCloud的云盘里面保存的所有的文件 都理论上可以被第三方APP读取 只要第三方APP设计这个功能 那么它就能够读取 这个是在整合性方面做的非常好的一方面啊 但是不一定第三方APP能够去读取其他的 你下载的第三方网盘里面的东西 这个就不一定了啊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那文件APP由于它是集成在系统里面的 这个它可读取的概率就会高的多的多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到网络存储这一方面了 iCloud的云盘如果你单独拿开这一个功能来去看 它其实跟其他的某某网盘某某网盘这种产品 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这个大家就呃 不太用去担心说 雾山这回事吧 好像不太会啊 但是突然我想到这个话题的话 其实你打开iCloud的云盘 它的使用机制跟上一讲我们讲到的照片还真的蛮像的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在iPhone的文件APP里面看到你 排量的文件就是超过你iPhone存储空间的文件都能够看得到 那为什么就是你只能看到一个图标 就是一个文件名而已 如果你的iPhone容量不够的话 它在文件名的旁边会有一个小云朵的标志 也就是说它告诉你你的iCloud的云盘里面有这个文件 但是为了保护你的iPhone的存储空间 它并没有下载到本地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点一下这个文件 它就会自动的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等到过了一段时间 你不再去用它了 然后你iPhone的容量再次告急的时候 你的系统会自动的再把这个文件给清除掉 它又变成一个有小云朵图标的了 所以在文件APP当中 如果你点了iCloud的云盘 看这个里面的内容 任何的文件旁边有一个小云朵的图标 那意思就是说你的iCloud的云盘里面有 但是它并不占用你的iPhone本地的空间 那其实你也可以手动的去清除掉 从iPhone本地空间里面清除掉这些内容的 比如说你现在iPhone的空间比较告急 但是你打开文件APP点iCloud云盘之后 你一看 哟某一个文件夹里面的很多文件都是旁边 没有小云朵的 那没有小云朵意思是这些文件 它实实在在的占用了你iPhone本地的容量 但是你又不愿意删除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怎么办 你可以尝试长按这个文件 长按之后它会出来一个菜单 在菜单里面有一个项目自己找一下啊 比较靠上的 叫做移除下载项 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能猜到了 也就是把我从iCloud上面下载下来的这个文件 把它移除 我移除的只是下载的项目 而并不是删除这个文件 所以移除之后 它可以腾出更多的iPhone本地空间 然而这个文件仍然完好的保留在iCloud上面 但是如果你长按之后 你点那个删除印象不错的话 删除应该是红色的一个垃圾桶 或者是大叉 如果你点这个的话 那也意味着你iCloud上面的文稿也被删掉了 那也就意味着你所有的设备上 这个文稿也同时就被删掉了 那换句话说 就算这个文件旁边有小云朵 其实它并没有占用你iPhone的空间 对吧 那这种文件你也可以通过长按选择删除 那它也可以被彻底清除干净 那也就是说 作为iPhone来讲 我可以不用下载这些所有的文件 我只是通过远程的方式去管理 我云端的这些文件都可以 那什么叫管理呢 比如说删除 比如说移动位置 比如说创建文件夹等等 这些都不会让你的iPhone有更多的空间占用 然而你却通过你的iPhone 管理了你远端的iCloud云盘的内容 那说到这我自己的使用经验啊 就是我是一直用两个TB的iCloud云盘 当然了这个里面还有我所有设备的备份 以及我的照片 那我我个人是Apple产品的全家桶 那用了iCloud云盘之后 首先我iPhone 我的iPad 我的电脑 这三大样啊 在购买的时候 我都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容量最低的版本 因为我的主要存储 空间不在设备端 而在iCloud端 因为iCloud我已经花了钱了 那两个TB目前是我用的 没关系不够了 我还可以升到6个T 将来还升到12个T 是吧 所以这个我不担心 那一旦你把钱花在iCloud上以后 你就没有必要再把钱花在存储上了 但是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再插一句 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 如果您是微信的重度用户 注意iCloud是没有办法替微信省容量的 我在13年的Apple Store工作经验当中 有遇到过让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 就是只是微信这一个软件 就用了它手机200个G往上的空间 那这种情况下 你用iCloud的云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用iCloud的任何功能 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只能老老实的去买512个GB的 百封存储空间才可以 谁让它是第三方App 这个没办法 但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第三方App愿意的话 它是可以有 API去开发一个 依托于iCloud的 就是把微信的聊天记录存在iCloud上 我觉得在技术上这是可行的 但是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每家公司出于商业利益 或者是各种原因的考虑 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一直期待腾讯能推出一个 这个呃 微信专为微信打造的专门保存微信聊天记录的存储空间 哪怕是能收点钱 应该能够解决大部分国人的痛点吧 虽然是解决不 因为我没这方面的痛点 但是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实实在在的遇到大部分的国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痛点的 因为这个单靠iCloud是很难解决的 必须两家公司合作紧密的合作才能解决 但是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考虑 又没有办法合作的那么紧 那那怎么办呢 那请您自己推一个解决一下国人的痛苦 但如果呃 腾讯自己也不愿意出或者各种原因也不想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可能我们只能先痛苦着啊 呃 这个是iCloud的好处啊 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您像我一样也是Apple的全家桶啊 那花一些钱 少量的钱 你想对于中国大陆的用户还是相对来讲便宜一点的啊 一个月只要68块钱 呃 当然我不知道 二三线城市 我如果像北上广这种城市的话 一个月68块钱 那应该你电话费应该是打不住的吧 我记得呃 我原来在国内的电话费应该怎么样也要99块钱 一个月才能就是比较放心的去使用 那所以68块钱其实还好 当然我知道这个呃 因人而异啊 那嗯 我只是告诉大家我自己使用的体验啊 就是你把所有的文件全存在iCloud上面 其实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 呃 你不管是在用电脑的时候还是用iPad的时候还是用手机的时候 不但不占用本地空间 而且还可以随时的在不同的设备上访问你所有的文件 随时换电脑换手机都不用考虑文件丢了吧 呃文件怎么导啊 不用考虑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更喜欢iCloud的云盘的一点是 它可以有文件夹共享功能 而且它的权限设置的非常分明 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个文件夹变成公共文件夹 生成一个网址 那么只要知道你这个网址的人 他都可以访问你这个文件夹 那再缩紧一步 我可以把这个文件夹变成一个共享文件夹 只有我邀请过来的这些用户 才能够访问我这个文件夹 如果我不邀请你 你即便获得了网址 你也不能访问我这个文件夹 那对于被我邀请进来的这些用户 我也可以去控制他们的权限 比如说这些用户是能够只查看 还是说既能查看 又能上传和修改这里面的内容 所以它的权限设置还是比较分明的 适合你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 来进行不一样的划分 比如说我要给各位听众去发放一个什么福利 它是可以一个文件形式发放的 其实很简单 我创建一个文件夹变成公共的 把网址打在我的说明区里面 那你们点一下就可以访问了 就这么简单 再也不用说是我邮件附件太大了 发不出去我想共享100张照片 我不知道该怎么共享 您就把这100张照片放到这个文件夹里 去设置好这个文件夹的分享权限 这个事简简单单就完成了 因为我们的照片APP和我们的文件APP里面 保存的这些照片是可以来回互转的 你只要按这个分享按钮选择保存到文件 或者选择这个文件里面的选择下载照片 它就可以两头来回倒了 当然照片APP里面的共享有照片APP 独有的方式 但是文件APP去共享的话 它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在里面 那共享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是用网盘的一大优势 越往后 这个共享的功能就会发挥的越大 我觉得你用网盘 一个就是蓝的备份 因为它丢失的可能性更低 那注意不是不能丢 如果是非常重要的文件 你还是要自己操心备份的事情 但是相比于你把这些文稿存在本地 那宁可存到网盘里面会更安全一些 当然我说这个安全是不会丢失 丢失的安全会更好一点 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 要百分之百请你备份 自己备份 这个才能做到百分之百万物一失 甚至备份两份三份 看你文件的重要程度 那至于如果大家 这个担心iCloud的 这个隐私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如果您在中国大陆 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在隐私方面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目前为止是这样 而且上一期我们讲到的 iCloud的高级数据保护 它也是包含了iCloud的文件在里面的 那这个端对端加密 我想也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地区能找到的最好的 最安全的能够保护隐私的一个方面了 那这些都是iCloud的优势 但是呢 它如果跟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网盘去相比较呢 可能在功能方面会缺失一些 比如说各位如果用过某度网盘 或者是某讯网盘等等 这些所有国内的这些网盘 如果但凡用过的话 大概率上你会用过 那你会看到 首先第一个 不管你是iPhone端 还是iPad端 还是电脑端 还是网页端 它的功能都非常的多 按钮也非常的多 非常的繁杂 如果是Geek 虽然我这个频道不是专门为Geek准备的 我估计很多自诩为Geek的观众会来喷我 但是您不是我的目标用户 我的目标用户是普通用户 不懂电脑 不懂IT的用户 是我的目标用户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就会觉得难以上手了 因为那个功能太多了 而且那些网盘呢 大概率上 广告还是蛮疯狂的 而且对于隐私的保护呢 起码对我个人来讲 我不是太相信 我自己也在用某度网盘啊 那个里面也存过一些东西 也发生过 我存的东西就直接被它给卡了啊 也有过的 所以基本上 但凡有可能 我不太愿意用这个 虽然它是免费两个TB 但是用限速的方式啊 其实iCloud的云盘是不限速的 就是你 如果五个G够用 你就免费的用 该有多少速度就多少速度 如果不够用 你花钱买买这个容量 这个也是我觉得光明正大 力所应当 但是如果说你容量给的足够高 然后实际上呢 去限速 这个总有一种呢 买数码相机 然后把像素标的很高 但其实照片拍下来 也就那么回事 总有这种感觉啊 这个俗称商业炒作 真正用的体验 其实并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 这个使用这些网盘产品的一些分享了 我知道有很多很好的第三方的产品 国内的国外的全都有 但是由于呢 目前我这个系列以iPhone为主 那我自己使用下来呢 使用频率最高体验最好的 iCloud也是在我这里当之无愧的第一 所以呢 我也给大家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分享 也是希望能为大家有一个参考啊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有更多的信息 愿意提供出来 供更多的人去学习 那我也非常的欢迎 好 那本期视频 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 感谢您的观看跟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